下午4時9時,一批警員在近俄頸橋階壁時,有人從高處投襲懷疑水彈 警員隨即用盾牌等掩護,又向天舉槍 又有警員向在場的人施放胡椒噴劑驅散 又向人群發射胡椒球彈 警方說在下午大約4時半左右,俄頸橋附近的警察受到密集式磚頭攻擊 至少四個傳媒聯絡隊的人為受傷 主要傷及腳步和膝部,其中一人的頭盔重鑽 原武裝甲車和水炮車,之後到場斟活 多人被警員折查 警方說有人在中午12時起,有多人在銅鑼灣和灣仔一帶集見 乘機縱火燒雜物,有涉嫌由大廈的天台向下扔玻璃瓶 警方警報立即停止違法暴力行為,會果斷執法 agaven 我想說 感谢观看